hello3的部分 hello3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云端白板这边有一个2-2的部分 那这边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不只那么单纯 只是传递一些参数之外 我还要再把那个网页做的更漂亮一些 因为你传过来之后 如果你网页 假设说是一个比较复杂 里面结构比较多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如果用刚刚的方法 一样可以做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HTML 用HTML 丢出去的话 那你要丢非常多东西 投HTTP 然后Body 里面要放一堆东西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相对 可能如果你要做复杂的网 或者是说你那个网站里面 很多都有套用一些 结构的话 就是都样板 反正长的大部分都一样 只有某部分不一样的话 那刚刚那个方法可能就 就不是那么恰当 所以在Jungle里面 它有所谓的样板 所以在2-2里面的第一个HTML 3 就是加样板 HTML 4的话就加上什么 加上图啊 因为一个网页里面没有图啊 或者没有影片啊 感觉好像就少了什么东西 现在如果单单只有文字的话 那实在太阳春了 所以可能要加一点图 或者是说让它长得漂亮一点 可能要加一些CSS 有没有 你可能每一个网站 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样式 那你这个样式你要套用啊 怎么把CSS都加进来啊 那这里面的话呢 可能你就要做一些事情 第一个啊 OK那HTML 3 我先Demo给各位看啊 做出来就类似长这样子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什么欢迎光临啊 然后也是一样 不过这个地方呢 其实只有哪个地方 这个是传参数 这个时间也是传参数 那背后这个是一个网页 它本身的话 我是透过一个这个样板 去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样板本身的程式码 就是里面也很简单 反正就是加一个标记跟显示出来 不过里面这两个东西 是动态丢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需要怎么去做一个样板 那样板部分的话 大概第一个 你可能要加一个网页 也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话 它其实呢 大部分东西都是那个这个固定 那有些不固定的部分 比如说我如果要丢一个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网页里面呢 就是再丢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特别就是外面一定要用个两个大瓜 OK特别就是这个它样板的规则 就规则里面 如果是丢一个参数过来的话 那一定是外面两个大瓜 把它包起来 再加上时间 或者是可以做出更复杂一点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的话那个步骤 跟刚刚做法其实也是雷同的 那不过第一个你可能要需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还是从view开始 那view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一样就是加一个 什么的 say hello 本来say hello 1 很简单 say hello 2 稍微复杂一点 这样一个名称 say hello 3 的话呢 为了说让它变得稍微更复杂一些些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后面 加的那个参数这个跟say hello 2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加了两 可能两个地方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 我要先抓到现在的时间 如果我要抓现在的时间 这个是python里面的 用python里面的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就是在datetide里面的 这个package 套件里面会有input一个datetide的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有个方权就是now 这个now的话 实际上就抓到那个我们现在的时间 那时间当然包含就是日期 今天几月几号加上几点几分几秒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秀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now丢给 现在的时间丢给一个变数now ok 他去帮我除去 那接下来的话特别注意 一样要丢 但是上面的部分跟下面的部分有哪些部分不一样 你会发现 如果我直接丢讯息的话 就是用http response 这个比较像以前python里面print 我print出去 他在画面上就会看到我print的结果 这个东西都有点像print到网页上面 print 其实那也是有点类似print 只是print到网页的浏览器里面 只是浏览器背后的原始码 所以如果你也要加一些标签这边都ok 但是下面这个方法一样return 可是我是return给他一个什么rendor 不过rendor这本身就有了 预设一个什么什么jungle里面 一个shortcast的一个rendor 他有点像连结 shortcast就是超连接近 那也有点像连结 也就是我今天我把这个东西转向到哪里 这里特别注意 写的方法response比较单纯 就是直接response 这边的话必须第一个先rendor一个request 一是说我丢 至少要丢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有一些相关的参数 透过request顺便丢给你 所以request里面应该是会包含什么 包含那个user name跟那个now这两个东西 还传变数给他 第二的话传到哪个样板 样板的部分的话这比较特殊 我要一个hello3.htm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目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必须要额外把它产生 然后将来的话 这个hello3里面必须有两个 就是那个大瓜糊 大瓜糊两个包在就是两个变数 然后去接什么 接他丢过来的这两个变数 local意思是说他位置在哪里 位置就在我们现在的我们web里面 反正简单讲就local 直接就local就可以了 就是指的是我们现在相对的位置里面 他就知道说这个位置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特别注意 views第一个要这样做 第二个的话我们一样 所以第二部uils 所以切到uils 那一样 我们就跟刚刚也 所以其实 跟刚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好像只有改个3 所以2变3 这样子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变比较多是这个 这个要转给他这三个东西 renders ok 那他就传过去 ok 那他就传过去 ok 那他就传过去 所以说变比较多的地方